走進菜市場除了叫賣聲以外 現在還有薩克斯風的演奏 這是位在高雄市大樹區的工友菜市場 一位菜販林金河 他從半年前開始在賣菜空檔 吹奏薩克斯風 而且還轟動整個市場 甚至還有婆婆媽媽成為他的粉絲 金光閃閃的薩克斯風綁上麥克風 悠揚的樂音全場播放 一旁的婆婆媽媽們聽得如痴如醉 但這裡不是音樂餐廳 而是高雄大樹工友菜市場 吹薩克斯風的是林金河 家中三代在市場賣菜已經超過60年 從小跟著做生意 趁經論量的功夫一流 不過真正讓他聲明遠播的不是賣菜 而是吹薩克斯風 林金河從小就喜歡薩克斯風 雖然長大後才有機會學習 但一年多以來 他每天至少練習兩小時 已經很有架勢 半年前他趁著賣菜空檔吹起薩克斯風 造成當天市場大轟動 從此他的薩克斯風 就成了店裡的招牌 不錯不錯 讚讚 這麼好 這樣整個菜市場的氣氛 不只婆婆媽媽捧場 聽到國台語經典老歌 還會跟著唱 但還有一位粉絲 受他影響 也開始學習薩克斯風 菜市場裡從此不只叫賣聲 更是許多人享受音樂的場地 聯合報王昭苑高雄報導 先換一位粉絲 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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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利